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天森林里要举办一场摄影大赛 好多小伙伴都来报名参加 我要报名 我也要参加 别着急 大家一个一个来 这次我们摄影大赛的主题是秋天 大家有三天的时间可以拍摄 最后获得票数最多的 就是这次摄影大赛的冠军了 哇 这棵枫树可真是太美了 火红的枫叶象征着秋天 那我就用这张照片吧 落叶 我想到了 树叶都在秋天落下 落叶就象征秋天呐 嗯 还点什么好呢 秋天有些啥呢 对呀 我可以拍银杏树啊 这些照片都太普通了 作为专业摄影师 我必须得有更好的创意才行 我可以拍银杏树 清晰 你快跟我来 你猜那边有什么 小福 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关于秋天主题的照片 拍的却是欣欣呢 因为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 勤劳的身影便是秋天最美丽的风景 大家的照片基本上拍摄的都是秋天的景色 只有小福的秋天寓意最特别 所以我要把我这票投给小福 想必已经没有悬念了 我宣布这次摄影大赛的冠军就是小福 谢谢大家 请根据刚才的故事内容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我先来 我先来 好了 好了 你来 你来 这个成语是一夜之秋 也就是我的作品 飘落的树叶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多么富有诗意啊 只有我才能拍出这么好的作品 那人家艾力分的银杏叶是什么 那个可以叫做一杏之秋 一点诗意都没有了是吧 那我的一树红叶怎么说 一树之秋呗 妈妈 你创造成语的想象力可真是够有限的 那你说 应该是什么成语啊 我觉得应该是争奇斗艳 你看 咱们的作品都很棒嘛 也有道理 哎 飘虫先生 我们俩谁对啊 啊 很遗憾 不是正确答案 啊 啊 难道都不对 是的 你们俩都没猜对 大家的照片确实争其斗艳 对 但也有题材稍有雷童的地方 只有小福的题材和大家不太一样是吧 嗯 你们再想想 那 那会是什么呢 啊 嗯 难道是一兔之秋 兔子当然能够知秋了 就是没有诗意 哎呀 还是我的一夜之秋好 哎 行了 毛毛 你猜的这些除了一夜之秋 剩下的都不是成语 那我不是没有思路了吗 嗯 那和和 你说是什么呀 嗯 根据飘虫先生的提示 我仔细想了一下 咱们三个拍的秋天主题 都是展示叶子 只有小福是以人物为主题 啊 我知道了 嘿嘿 与众不同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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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众不同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 你们在平时写作文画画的时候 也应该多一些与众不同的创业 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苗虫先生说得很对 不过 毛毛 你能想出一吐之秋 这样的词语 也确实非常的 与众不同了 我会找我更多的成语的 到时候就不会总创造不靠谱的词语了 哈哈哈 别危害我了 它有海洋之舟的美称 是一种最古老的油芹 全世界共有18种 大多数都生活在南半球 我只知道沙漠之舟是骆驼 这海洋之舟是谁啊 可以肯定的是 它是一种鸟 南半球的鸟 它虽然不会飞 但是游泳的本领 在鸟类中是超级选手 游速可达每小时25到30千米 一天可以游160千米 企鹅 企鹅 你那么肯定 不会飞 擅长游泳的鸟 我只知道企鹅 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还有小伙伴们 可能还在思考呢 所以你还要让我把题目念完 我还没确定是企鹅呢 它还是鸟类当中的潜水冠军 曾有潜入水中18分钟 和潜入水下265米的记录 听我的 企鹅没错 我的知识派上用场了 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它 舌头以及上额有刀刺 以适应吞食鱼虾等食物 但是这并不是它们的牙齿 毛毛 企鹅舌头上有刀刺 啊 这我不知道 它 全身的羽毛是重叠密接的鳞片状 这种特殊的羽衣不但海水难以浸透 气温再低也休想攻破它保温的防线 嗯 是企鹅 它 我没猜错吧 它能够在严寒的气候中生活繁殖 在陆地上 它就像身穿燕尾服的西方绅士 走起路来 一摇一摆 可一遇到危险 就连跌带爬 狼狈不堪 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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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企鹅 好了 现在公布答案 企鹅 恭喜你们 答对了 还有你们 小伙伴们 你们也猜对了吗 企鹅 是鸟缸 企鹅科 所有物种的通称 由海洋之洲美称的企鹅 是一种最古老的游禽 它们很可能在地球穿上冰甲之前就已经在南极安家落户 全世界的企鹅 共有18种 大多数都分布和生活在南半球 好了 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位 我来 欢迎大家 我是道格拉斯 你们可以叫我道鸡 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 瞧 我和我的朋友们将讨论一个疯狂的测试 你们也可以加入哦 我们的宝宝队由傲小兽 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 大石队 包括我们的猪小妹 和狐猴大石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们 现在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与我们今天的问题相关的动物吧 今天要注意保暖 因为今天的节目是关于生活在冰雪中的动物 它们在冰天雪地中努力生存 快来加入我们刺激的冰雪之旅吧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我们开始吧 现在是我画你猜环节 这是两个眼睛和一个鼻子 现在画了什么 它看起来像羽毛 哦 也许那不是鼻子 也许是会 哦 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哦 这个我也不确定 哦 这个问题太难了 大石队 那是什么动物 嗯 我想它肯定是只鸟 哦 是的 我想是一只长尾鹦鹉 对啊 一只长尾鹦鹉在伸展它的大翅膀 哦 一只长尾鹦鹉 宝不对呢 这幅画看起来很艳熟 啊 你知道的 它几乎就是我的照片 强壮有力的身体 智慧的脸和英俊漂亮的长相 嘿嘿嘿 是的 我们猜 猫头鹰 嗯 猫头鹰嘛 嘿嘿 你们觉得呢 让我们来看看吧 让我们来看看吧 没错 这是一只猫头鹰 这你确实说它叫雪宵 让我们祝贺宝宝队 奖励你们十颗星 嗯 谢谢 谢谢 到底你能不能把那幅画的复制品送给我一张啊 哦 当然可以 是啊 但是现在让我们继续竞猜吧 下一个环节 让我看看 谁的骨头 没错 谁的骨头咧 让我们看看大猩猩今天带给我们什么 你好 大猩猩 呃 今天的神秘头骨在哪儿啊 那不是骨头 看起来很好 大猩猩 看起来很好 大猩猩 嘿嘿 好吧 我们再试一次好吗 那些是骨头吗 不 那些是树叶 等等 再试试吧 继续大猩猩 啊哈 这才像画 这才是骨头 某种动物的头骨 它相当扁平 脖子在这里相连 身体向后面延伸出去 所以它不是直立的动物 哇 看哪 那些门牙 哦 又大又坚硬 嗯 这是一种爱咬东西的动物 嘿嘿 这是海豹吗 还是海豚 我们先问宝宝队 你认为这是哪种动物 嗯 我想最有可能就是 一只海豹 哦 呵呵呵 宝宝队认为是海豹 那么大师队是怎么想的 啊 我想我喜欢这只海豹 整天躺在那里的样子 那一定很放松 哦 我想试试 啊 呃 那可能是一只 有点太放松的狐猴 呃 我想吃海豚 是的 一只海豚 一只海豚 大师队认为是海豚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吧 让我们看看谁才是对的 它是一只海豹 耶 好 这只海豹生活在南极 就像豹子一样 它拥有斑点的皮毛 用锋利的牙齿来捕食 哦 干得好 宝宝队 对 我想我要奖励给你们 四十颗星星 是的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我想我们最好看一下比分 来吧 嗯 奥教授和宝宝接近胜利了 不过大师队你们现在仍然还有机会 对 争取领先哦 嘿嘿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哦 太令人激动了 道格拉斯 现在进入动物献身环节 这是一个简单有趣的游戏 你要做的就是辨认出一个神秘的动物是什么 嘿嘿 当你找到答案 马上按下抢答器 但是记住 如果猜错了 对方就可以看到整幅画面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 准备 哎 开始 宝宝队 我们认为他是 一头熊 哦 北极熊 是的 我就是这么说的 哦 好吧 你们认为是什么 我们去看看好吗 对 一头熊 北极熊 天呐 他们住的地方毫冷 但是当他们觉得太热的时候 他们会在雪地里打滚来降温 嘿嘿 宝宝队干得好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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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队得到了33颗星星 耶 哈哈哈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让我们看看谁是今天的获胜者 distribution 牛猿 看起来我们的获胜者产生 耶,哈哈哈哈 耶,耶 祝贺宝宝队 你们是今天的人家 耶,耶,耶 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感谢一下我们出色的选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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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猩猩 也感谢你们的参与 那我们下次动物全明星再见了 再见 这回该我了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来吧来吧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请出题吧 别着急别着急 我今天请来了两位动物朋友 他们名字里有个虎字 人送外号 微型猎豹 猜猜看 他是谁呢 虎 微型猎豹 我知道了 是不是猫 猫 为什么呢 你看啊 猫是不是有点像缩小版的老虎 嗯 他们跑起来速度特别快 是不是像猎豹 嗯 的确有点道理 飘虫先生 我们猜对了吗 哈哈 不对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 今天的动物是一种甲虫 甲虫 什么甲虫能长得像猎豹和老虎啊 嗯 不可能不可能 名字里有个虎字的小甲虫 难道是虎甲 猜对了 就是虎甲 今天他们要分享虎甲的小秘密 有请 嘿 大家好啊 我是虎甲 老虎的虎 甲虫的甲 看我的大眼睛 大牙 还有鲜艳的外衣 是不是像老虎那么威风 至于 微型猎豹的外号 那是因为我的奔跑速度特别快 一秒钟就能跑出三米多 要知道 我的身体长度也就两厘米左右 昆虫界的速度之王就是我 哇 昆虫界的速度之王 你看 虎甲那六条细长结实的腿 简直就是运动员的身材 嗯 没错 对了 刚才说 它的身体长度是两厘米 一秒钟能跑出去三米 我算算啊 嗯 两厘米 三米 四二二三 啊 呵呵 算什么呢 哎呀 虎甲一秒钟 能跑出去相当于身体长度 一百七十倍的距离 太厉害了 一般动物可做不到 不愧被叫做猎豹 不知道另外一位虎甲 又会分享什么小秘密呢 小秘密来了 我是竖七虎甲 我更喜欢生活在树上 日常活动都在树上完成 现在我准备产卵了 先在树枝上扒个小孔 然后把卵铲在里面 最后再用挖出来的木屑 把产卵孔填满 这样其他动物就不容易发现小宝宝了 问题来了 树七虎甲妈妈用什么在树枝上挖孔产卵呢 红色按钮 前足 绿色按钮 尾巴 请选择 计时 开始 肯定是前足啊 挖小孔这么精细的活 肯定要用前足来完成 我选红色按钮 哦 等我想一下啊 其实前足和尾巴都有可能 嗯 这让咱们怎么选啊 尾巴绝对不可能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树七虎甲妈妈是用什么来挖孔的呢 是前足还是尾巴 咱们根据常识来判断 肯定是前足 听我的 快点做出选择吧 树七虎甲妈妈用前足在树枝上挖孔 我们的选择是 红色按钮 公布答案 请仔细观察画面 产卵结束后 树七虎甲妈妈是怎么把木屑填回小孔里的 没错 前足适合奔跑 结实的尾巴才是更合适的挖孔工具 树七虎甲妈妈是用尾巴在树枝上挖孔产的 绿色按钮选择正确 很抱歉 你们错选了红色按钮 要接受惩罚了 都怪我 我应该仔细观察一下就好了 没关系 用尾巴作为挖孔工具的树七虎甲妈妈 有趣 这回我来 这是小福 他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他喜欢到世界各地拍摄各种动物 如果你想拍动物照片 要找谁呢 当然是小福 又是一天的工作在等着小福 非凡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是 待在那别动 笑一笑看镜头 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能是什么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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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挂 我来了 我来了 别挂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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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玻璃门了 天哪 太棒了 是邮件来了 小福 你的任务是找到办法阻止鸟儿飞进窗户 去拍照 太好了 我有任务了 不过我得现在鼻子上涂点腰膏才行 真疼 出发吧 这是森林 这是鸟类救助中心 不过小福去哪了 嗨 我今天来看我的朋友妮可 我想她正在那边做午饭呢 哦 真香啊 看起来很好吃 都是某种特殊鸟类最喜欢的食物 让我们跟随她去看看她要去哪 你可在新西兰淡尼丁运营一家受伤鸽子康复中心 专门救助新西兰本土的灵哥 你可很喜欢灵哥 这是她最喜欢的鸟类 不过就像我一样 灵哥面对玻璃门窗也很麻烦 每年 上百只鸟哥因为撞击玻璃门窗而受伤 因为他们看不清玻璃 他们有时会翅膀受伤 哦 好疼啊 所以人们会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 接着这些小鸟就会被送到这里 由妮可照看他们 灵哥在这里安顿下来 直到翅膀康复再次飞翔 接着妮可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被发现的地方 将他们放归野外 再见啦 灵哥 另外妮可还想了一个 能让鸟儿们不再撞上门窗受伤的办法 只需要一些贴纸 这些贴纸反射一种特殊的紫外线 鸟类可以看到 但是人类不行 除非我们用一种特殊的光源照射它 一旦灵哥看到贴纸 他们就会大叫 那是什么 然后他们会绕开窗户飞走 我想我该拍张照片了 任务完成了 太棒了 谢谢妮可 你给了我一个很棒的灵感 弄好了 这样就好多了 你知道吗 每年会有超过十亿只鸟撞上玻璃窗 像这样的小贴纸 会让这个世界对鸟儿来说变得更安全 对了 或许对我也是这样的 我该回去工作了 那只灵哥呢 我真的觉得 贴纸对我没什么帮助 我可能需要一副眼镜 鸟子 再来 这有我呢 是的 你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得挂了 你好 亲爱的 你一定不会相信是谁来找我求助 这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知道你会保守秘密 猜猜谁给我打电话 是的 他就是犀牛 他看上去是不是很热很热很热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为他真的很热很热很热 阳光照耀在他美丽的身上 他被晒得特别的热 可怜的犀牛他没有空调 他需要凉快下来 事情从这里开始就变得让人不舒服了 答应我不要告诉别人 我知道你这人口风很紧 有件事情犀牛变热的时候 他就会藏在泥里降温 脏兮兮黏乎乎的泥里 看看这可怜的小可爱 我知道很凉快很舒服 脏兮兮的泥巴姑娘们所需要的答案 她需要的是这个 这一个 啊 啊 对 既保持凉爽又干净 只需要简单的开启它 来 开始 开启 哦 怎么回事 怎么不运作 好吧 猪小妹 猪小妹 嗨 卡拉迪亚 嗨 亲爱的猪小妹 你说你都修好它了 什么 我修好了呀 让我再看看吧 哦 真的 现在真的很难找到这么好的帮手了 太好了 我现在已经修好了 是吗 对 太谢谢你了 对 谢谢了 真是太好了 现在凉快了 多舒服啊 太好了 怎么回事 太好了 这才是电风扇 太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Claudia Claudia 好棒 再见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 在等着你们 再会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期快乐的小伙伴 大风车转呀转悠悠 快乐的伙伴说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 明天的好朋友